夜宋里的飙锅 盖着你的鬼子鞭 双羞里的拿刀 盖着你的两条鞋 夜宋里的红菌 盖着个夏了山 秋风里的夕雨 盖着个秋风寒 《石宋红菌》 改编自江西的客家山歌《长歌》 因为歌曲有十段 又名《石宋郎》 1960年 在中国革命历史歌曲表演活动中 由空正歌舞团演出而扬名 他之所以传唱不衰 除了红色主题之外 包括他连绵往复的句式 温柔婉软的曲调 还有南方山区 红土地上的种种风情 多为客家女人 送自己的表哥 上南京下广东时的心声 美食情人 红菌无药 其实你个人吗 改值个采维山 夜雕裡個拿泥 蓋著你個良香油 還有你個夜雕 拿給你做盤錢 要過甜美娃 出門裡個郎子 都要你個外席錢 好善 今晚了好善 好善 今晚了好善 好善 今晚了好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当年就是我们原国家政协主席李瑞环到我们干团来 我曾经给他演唱过 他的传统曲牌在我们彩茶系里面叫《石宋表歌》 音符都没什么变 基本上是一样的 我们干团是红军长征出发地 其中二万五千里路走下来 每一里路都倒下一位客家的子弟 当时五宋儿 七宋郎 客家人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奉献 干南的将军县新国 当年的人口二十三万 就有九万人参加红军 可谓男女老少齐上阵 那时候的通讯与交通极其落后 更不用说闭塞的客家地区 在兵荒马乱的时代 日常的送别可能就是永别 但客家女人一直等待为革命献身的情郎 地老天荒 生死不渝 池玉华就是其中一个 新婚三天就送别丈夫去参军 时玉华从结婚以后送走她的丈夫李财莲 他们的姓务是一年 她的面镜子送给池玉华 池玉华一直守望 守到七十多岁的 依着她去世 前不久 新国山歌剧团吧 他们演那个老镜子 其中她有一段唱 我想唱一下 唱她等情郎的 我觉得就是客家妇女 对爱情的忠贞 等待这个红军哥哥回来 真的是唱得非常的感人 把你等你 就等你 等团行观过ely 大球水打个山子 都打转深奶 急小的轴行观过 многun leader 要扯手即使ely Squee 他从十八岁以至到七十多岁 这个等待守望真的是非常的感人 你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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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女人不但任劳任怨 善始善终 而且重器节 富有家国情怀 在干敏月 这个客家人主要聚集区 当年的中央苏区 众多的革命故事 与客家女人的情爱 柔和在一起 酝酿得如同客家娘酒一般香醇 咯咯出门来 大红军 你婆婆在 他北宗心内 流血流汗大生长 大雕图好有天分 爱呀泪 大雕图好有天分 爱呀泪 爱呀泪 一首山歌动员一个诗 讲的就是李坚珍的真实故事 他祖籍广东风顺 出生八个月就被卖作童养席 后来参加苏区革命 1949年后 担任过广东省委书记 而他也是一位山歌高手 出版过李坚珍山歌三百首 在苏区 他负责宣传和组织农会的工作 用山歌和战事群众交流 动员革命力量效果显著 被广大军民亲切地称为李大姐 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的高度认可 中原地区流行的是南庚女芝生的 生活模式 客家人一路向南迁徙 长途跋涉中 女人经历了极大的苦难与磨练 到南方后 生活所迫 且受南方劳动习俗的影响 他们无论是家务还是农活 包括生儿育女和侍奉公婆 都一概包揽 客家人重闻众教 追求学而忧则逝 相信养儿不读书 不如养条猪的古训 无数的客家山歌 既反映了客家女人的艰辛 更赞美了她们 惜于劳苦的品质 她们吃苦耐劳的性格 是自小训练 世代积累 以致与生俱来的天赋 我爱你 我爱你 客家风雨的三天 决定客家命系的三天 所谓客家风雨的三天 一是天来 山歌 是一种无人法的担当 天意是前空 客家风雨是冲的 以前是无人空的 是不大的 不出风 不出风 其实是养育了 一种终促的担当 所以客家风雨的 能够反映下来 对吗 那么第三次是天竹 这是冲人前脚的 那么一直是没击 为客家风雨的一种 境界 担当的担当 出立在客家祖地 福建龙岩厅州的 客家母亲像 也是客家妇女 三天精神的真实在线 她这个造型非常棒 对 因为她取材于生活 来源于生活 她去有生活的情绪 左手摘着野花 递解后面的孩子 爱子之情 因因之情令人动容 对 又是持讲 所以她是一个劳动妇女 客家人 劳动妇女 一切动力前 她就是爱来的 天籁 天凶 天族 这三天 这三天造就客家女人 非凡的生存顶赋 以让她们具有汉族 尤其是东南地区 女性中少有的性感 黄尊县 黄尊县对这种习俗 甚为赞赏 她说 西人束腰 华人缠足 为州人无此弊 与世界女人 最完全无憾运 客家女人留给大众的 往往是一种苦情 与神秘的印象 她们的真实命运 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饶春兰 是万千客家女人的缩影 客家女人的奉献气质 与牺牲精神 包含着对家庭本位 和家风建设的 尊重与告诫 哭架歌 在全国各地都有 按照客家地区的风俗 新娘出嫁 必唱哭架歌 饶春兰 是江西新国人 是知名的山歌艺术家 她演唱的枯架歌 远近闻名 从1994年开始 她创造性地 使用琵琶弹唱枯架歌 使之成为 新国客家新婚俗 至今 她传承弘扬架架歌 已有二十多年 曾六次登上央视舞台 还在中国民歌大会上 成为主角 从一个农村出来的 中专毕业生 经过努力 到上海音乐学院进修 终于成为 山歌剧团的骨干力量 从一个山歌的爱好者 到今天的山歌艺术家 饶春兰 付出了 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出嫁前备受宠爱 成家后历经操劳 从娇娇女 到无好劳模 饶春兰完成了 无缝对接 好便世三四岁阳 咱接送送落海荡河 咱的流家生意债 咱采别门 咱送狗 咱三早清的离夫妻 咱的官阳 多大麻 咱的藏夫少米两河 这是流传在广东惠州地区的 永胡山歌 一个客家媳妇的生活画面 谢谢人生 今天还没有东西 我看有戏书 有拍摄书 人家在这些书 到达出去买的书 只要接着冲 三个冲出来 我就冲得人家流泪 冲得人家笑 冲得人家哭 人家就冲着买的东西 美丽的冬光 爱家乡 后山后水后天房 眼知足掉屋人下了 灭蜂丝归彩灭堂 外星 我就教你的 若然天天天偷偷飞嗯 吐牙鳥飛揚的核架梅 吹回復種狀態的核架梅 霹靂頭的核架梅 從事也燒到牙鳥核架梅 風潮、文化的人形 吹回復種,燒到山果 燒到山果的一種犬頭狀態 二輩也來自七星人胎種脈 之後就參加了一集 靠牙鳥飛揚, 燒到山果 所以自家的創作山果 我們有事, 因為他們是天地套牙的農村 叫妹仔 他們說中山話, 要不得出 中山話, 因為農村的一堆人 調色又吐吐吐吐吐 因為他們要消耗, 他們要消耗 他們要消耗, 他們沒有狀態性 回憶, 把牙鳥放下去, 叫牙鳥山果 高山两灯梦的下 梦到教练尊无家 做小拉扎法兰仔 流小拉扎往不走 就是这样子很 总是带点忧郁很忧愿的这样的情调 做小拉扎法兰仔 一听到就是很浓的哭腔 这首歌包括冬冠山歌比较凶快 就好像人家老爸 后面一边就一首比较轻快的一首歌 把它当成是两个部分 先进去 就把自己的改变像一首一只画美鸟一样 在山中的画美鸟 在山上在田野里高歌唱 一代好儿媳 三代好子孙 客家女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担当者 她们在青少年中年时期的奉献程度 意味着她们在家庭事务中的决定权 意味着她们到老年时期 在族群中的权威和德望 前龙时期的广东大部县制风俗篇里这样提到 妇女装树淡肃 追记险足不上针刺 桥籍灌溉 勤苦备于男子 不论贫富皆然 英国学者艾德尔在客家历史纲要中称 客家民系是牛乳上的乳酪 这光辉至少有百分之七十 应该是属于客家妇女的 客家山歌舞剧版 客家妹子顶瓜瓜 是由广东每一周山歌大师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客家山歌传承人 汤明哲填词创作的 在客家地区广泛传承 他取材于一个客家妇女的人生 辰宏箱 抖偷隐寻十六十年 upstairs Speak even 哈加麥斯拉 嘴吞朗 荣荣的蒙發就輸你狗啦 再搭葛 絲搭盤 前頭七米 前頭五米 前頭九米 中頭小米 全部包啦 好啊 當然了 家頭叫尾懂持家 田頭地尾會耕種 鍋頭造尾要做飯 針頭線尾能縫紉 這四頭四尾便是在客家人傳統的家庭教育中 女孩子從小就要擔起的復工 也是客家女人一直以來信奉和自豪的賢慧 重重的磨練造就了客家女人任勞任怨 堅毅豁達的個性 郭沫若就曾經以 《賢富爬梨如鐵漢》的詩句來稱讚客家婦女 創家蕃子啊 新山良的 新山良的 高朝豪勇 應也扭啊 仗到鎧揚不施風啊 常來隨道笑買90 客家妹子顶呱呱 传唱相当广泛 她区别于大部分山歌的 哀怨淒厉 尤其是舞剧版表演 风格明朗 生活化语言凸显了风趣 经过歌者高妙的演绎 又经过央视的传播 这首山歌更是受到客家人 以及以外人群的高度喜爱 过去客家女人不识字 山歌是她们主要的表达方式 她们用山歌来滋养生命 教化子孙 近代以来 女人们识字的机会多了 她们蕴藏了上千年的情感与能量 以惊人的方式爆发出来 刘明清史的客家女人不胜美举 人们熟悉的民国元勋 与著名国画家何湘宁 著名吕英作家韩素音 著名指挥家郑晓英等等 都是现代客家女人的骄傲 这或许归功于客家女人 对美的热爱与创造力 即使是在以贤良舒德著称的中国女性世界里 客家女人也是一个真正的神话 她们谨守父道 刚柔相继 异传说 天尊地卑 乾坤定义 乾道成男 坤道成女 乾坤大道中 客家女人谨守坤道 以无比的柔顺与坚韧 如同她们的天籁山歌 推动整个世界的运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